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开另外一个KS到货的游戏 就是我们之前杂谈里面有介绍过的这个Burgo Bros的第二座 它就是一个我们一堆人要想办法偷银行的游戏吧 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二座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当时我们第一座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KS支持这个第二座 它才给我们发的第一座 补票上车 这个有点酷了 它这个盒子就感觉比之前酷 就是一个这样的收纳 它是可以这么盖上 然而好像并盖不上了就 这边有这个透明的那根管子 应该是支架的腿 有这么四根 然后这个是M板 然后这边又有两个排垫 这个应该就是里面的收纳 它应该是粘住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就掉下来了 你还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玻璃胶在这 继续往下看 这是一个收纳 现在感觉不管什么样的KS都要有这个game trace 这边是这个贴纸 就像上一代一样这个米宝应该是可以贴贴纸的 所以没有模型吗 我怎么记得我们KS版是应该有模型才对的 对啊 模型我是当时没有加吗 他说用这个模型的话就可以代替这个米宝 也有可能我当时没有加吧 然后这是一个记录的纸 可以记录下你这个成绩 这边是说明书 感觉跟之前的还挺像的 就是反正也是这种四乘四的这个方格的这种地图 用卡牌拼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去一层一层的往下前进 直到你找到保险柜给它打开为止 这边有两个这个信封 应该就是有点传承机制 就不让开这种信封 最下面就是拼板图方格的一个收纳 它这个都是已经给你按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这一摞 两个magic show 两个这个close nest 可以看到都是有效果的 如果你进入的话 然后这个是这个赌场 它应该赌场的背景嘛 这边是cashier跟这个捞户机 和这个换钱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这个pit boss和count room 反正都是这个赌场题材 监控室和自助餐 赌桌和前台 泳池和酒吧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是这个声像梯保险裤 和这个赌场主人的办公室 外面的小火车 单轨列车和旋转门 看看它送的两个牌垫 初代的那个牌垫是一样的 它等于给了我三个牌垫 就这种四乘四方格的牌垫 也行吧 我想想看其实迷你的不一定好 因为迷你的可能你收纳 就得额外放一个盒 应该是它刚刚那个纸上面的那种 一个像救护车样的那个盒 好那我们来拼拼看 哦不对啊 它这个收纳应该是可以摘下来用的呀 不然它怎么拼出来板子呢 哦 这就很酷了 它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没有 你把这个收纳拿出来 然后这个本来应该是能固定住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掉下来了 所以我回头我要沾一沾 然后拿这个腿插进去 然后 整个这个盒 给这样翻过来 这样呢就做成一个小桌子 就这么往上一垫 然后楼下也是这么一垫 然后这样呢就有上下两层 因为它这个主题就是你要从一层到另外一层吧 就是像这样的设定 上面一层下面一层 然后你就可以去进行这个游玩 就是有点挡 我从上面这个位置看不太到下面 你还得要稍微远一点 进了反而看不见 但它有这个透明的这个塑料管 至少四个角应该不会挡住 这个还挺酷的 然后你刚刚这些地图啊 你就可以给它给摆上嘛 就本来应该是按着的 然后你要一个一个给探索出来 翻出来 我们在这小桌上继续看它这个收纳 这个棍子的话呢 就是房间与房间之间这个墙啊 等于你要走迷工一样去到达你的这个目标 开这个保险柜嘛 应该是跟上一代的这个设定是一样的 这边有两个落牌嘛 再让我们看看 然后这里应该是两种颜色这个方块啊 它是有点混的 我们把它重新捋一捋 就是红色和这个橘色的方块 红色要放右边 黄色放左边 然后这边这些米宝 也先给它暂时拿出来 这些米宝就是你可以选的不同的人物嘛 现在也还可以在家前买这个迷你包 但我估计啊 可能没有那么热爱到要买那个迷你包的这个情况 因为买迷你包还占位置 然后这边还是有熟悉的这个塞子 五个这个绿色塞子 跟两个这个蓝色的塞子 塞子应该是不是放这儿 那我们把这个摁板也摁了吧 这个感觉应该是可以收纳进这个里的 这个应该是背面是一样的嘛 所以应该就是这样洗一洗 然后你就可以给它收纳到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来贴贴这了 有点难呢 看着本子贴吧 那么这个应该就贴完了 也没有什么地方放 随手放一放就好了 这个收纳里面的东西基本上就看完了 最后我们还有没看就是这个牌 我们来看这个牌吧 这个就是熟悉的这个保安牌 这个保安呢 反正就是会根据抽的这个东西 四处游荡啊 你就是要不要被它抓到就对了 这个保安等级上来了 抽的牌的那个数量也不一样 看这个有点像是地点牌 然后这边有这个泳池 好像不同的地点会有这种不同的牌 这些什么deaddrops 还有些小超纸 这应该是 for action per turn 有没有这么多呀 哦 这应该是每个人物的小超纸 可以看到它这个人物 在这儿 这个deaddrop估计就是装备吧 好像也不是 我们看看这个泳池的背面 泳池的正面应该是 一些事件吧 感觉 酒吧的正面 应该也是一些事件 剩下的好像就都是同一种牌了 感觉好像是每个人物的一些特定的技能的感觉 如果你用了的话 你把它翻过去还是爽 然后正面有这个人物的这个头像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开箱就 开完了 burgo bros的第二代 我们第一时间会去玩 然后玩完之后呢 我们会在上面去聊 那我们在下面见 拜拜